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问对方为什么一个城市有了经济就有灵魂呢 因为经济是寄活人文 所以有了经济才有人文 未必有经济 再请问你了 你判断城市灵魂的标准究竟在哪里 灵魂是 对方没有办法答出一座城市的灵魂判断标准在哪里 那你懂不懂一座城市的特质究竟在哪里吗 在语言文啊 再请问对方便有了 是不是说越有钱就越有城市的灵魂呢 为什么城市标准是人文 所以人文活力是经济 是城市的灵魂 你有在解释哦 你怎么论证呢 那请问为什么经济才是城市的灵魂呢 因为有报告告诉我们人文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 为什么这其中一项会等于大体的灵魂 什么报告呢 城市科学人学报告告诉我们人文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 为什么这小部分的一项会论会成为大体的灵魂 好 再请问我打个比例好了 是不是今天华人越有钱 华人的灵魂就越能显现出来呢 对方不要逃避 为什么人文只是城市里面局部人喜欢的东西 局部人追求的东西 它会成为一个城市的灵魂 你要回答啊 为什么只是局部人呢 可能整个城市的人都喜欢人文啊 如果整个城市的人都没有人文的话 那那城市不是很糟糕吗 纽约百老会歌剧院是每个纽约人士都去吗 当然啊 纽约百老会歌剧院入门票为2000令吉 可是人均收入却到1800到2500 这是说明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呢 但是它是人文啊 所以也是有人为了人文而去纽约 对吗 再请问对方背友了 是不是说今天华人越有钱 华人的灵魂就越能显现出来呢 好的 我们一提妈妈姐姐先解决纽约歌剧院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那个门票的时候 人文只是居民的局部喜欢的一部分 为什么局部喜欢会成为一个大体的灵魂 这对方还没有办法解释 对方背友你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已经第三次追问你 是不是华人 今天华人越有钱 华人的灵魂越能显现出来呢 不是 是华人带动细矿源的发展 所以吉隆坡变成一个城市 这个就是事实 谢谢 那就证明了 那对方背友你已经证明了 经济动力不是一个城市灵魂啊 再来请问对方便有 伊拉克拥有强大的石油资源 这块经济蛋糕 但他却没有动力 那是不是证明了他的 证明了他失去了城市的灵魂呢 为什么西矿业史吉隆坡 从一个废区发展成一个城市 为什么经济动力还不是灵魂 为什么还是人文 难道他们在废区里面跳水上巴黎吗 但是他是靠了人文有了象征性啊 为什么你还是说人文是形成吉隆坡的 难道以前的华人 在中国5000的年文化还不够吗 为什么还是人文 明明就是经济动力吸引他们到吉隆坡啊 请问对方便有请你回答我 伊拉克拥有强大的石油资源 这块经济蛋糕却没有动力 那是不是代表他失去了城市的灵魂 有经济的条件不等于有经济的动力 经济动力要实际去创作去发展去带动才是经济动力 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展他所拥有的经济那请问 他就就这就已经证明了他没有城市灵魂 再请问对方便有了台湾 他经济动力如果能体现一个城市灵魂 是不是说台湾推动经济时 把塑化剂放入果子就能体现他的城市灵魂 对方你的逻辑很好笑我一个埋在地底下的黄金 我还不知道里面有黄金难道这个黄金就变成经济动力吗 是要知道要去发展要利用黄金那才是动力 不能以资源代表动力 因为还没有发展啊 那请问对方便有经济动力如果能体现一个城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对方便有完全不知道判断那个城市跟乡村的分别在那里 好的等一下再解释谢谢 谢谢双方变手 现在先由正方三变进行小节解释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对方放下一个重要的错误 结果延伸到几个小错误 现在就让我来告诉大家他们怎么样判断错误 他们看着灵魂 这样灵魂的字眼他们就以为是人的精神 人们的精神就等于城市的灵魂 可是我们看灵魂是依据个体的属性而改变的 我们说一个食物的灵魂是看它的色香味俱全 可是一个女人的食物灵魂是看它的色香味有没有俱全吗 是看它脸上的那个妆化的多浓 还是水上的那个香水有多重呢 所以我们看灵魂是根据个体的属性而改变的时候 我们不能将城市的灵魂看成是精神那么简单 而是要看怎么样发展成一个城市 而城市的性质又是什么 那才是判断城市的灵魂所在 由于对方站在错误的角度上面 它开出错的标准那就是特色 它说一个城市有了特色有了文化的特色 那便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那我想请问了巴黎我们称为浪漫之都 那是每个巴黎人都很浪漫呢 巴黎我们浪漫是巴黎的那个特色 可是巴黎就真的只有浪漫那么简单吗 它的汽车工业呢食品加工业呢等等 为什么不看呢 所以我们看一个城市要看它整个大体影响它的是什么 是经济动力而不是单一的文化 因为特色是在成为因为特色是在城市行则过后 我们去领选出来的一种主观的选择 主观的选择跟着我们的意愿而改变的时候 这改变来改变去的是灵魂吗 我觉得像是幽魂多一点 对方错把逢梁当马精就等于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说纽约白老 纽约的文化有嘻哈文化 有黑人文化有白老歌聚会 可是这些文化都属于局部人喜欢的时候 为什么它是满足各阶层人需要呢 我们说城市必须要做到满足各阶层的人的需求 它才是真正的城市灵魂 所以对方待会要给我们一个判断标准出来 不要再以没有判断标准的角度继续变下去 是没有意思的 谢谢正方三变 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三变进行小结 时间也是为两分钟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便有一直要说 城市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内容 我们说是城市的灵魂 不是说你要看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 一千个人你都要看到吗 你是要看那个城市到底有没有灵魂 它整个到底有没有灵魂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企图告诉我们 城市经济动力也越有权会越有灵魂 可是照对方的逻辑 尽量我身为华人 当我越有财富是不是意味着我 是不是意味着我更体现华人的精髓所在 华人的灵魂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真正能体现华人灵魂 那还是要靠华人的语言文化背景事故 同样的道理 城市的灵魂还得从城市的背景 城市的文化才能体现出来 再来对方说巴黎被设为浪漫的城市 当然因为它是所有人都认为它是浪漫的城市 它的灵魂就是在于浪漫 所以我们才会规划为浪漫的城市啊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例子 没有错经济是最终的目的 它往往是要达到这旅游的利益 靠的还是国家自己拥有的特质 自己专属的特色才能让这特质在国际上拥有成就 试问各位如果国家失去这专利的旅游 还能发展得如此完美吗 关键还是在于人文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特质啊 因为它代表着它象征着整个国家的指标 国家的精髓所在 唯有人文活力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最后我们联想一下当经济成为城市的灵魂的时候 我们会是怎样的局面 一不小心就会走向不择手段的局面 谢谢 好 谢谢返方三变